我其实有时候会想到一个单词 它那个叫Dijia Wu 就是有忽然的人生的某一个时刻 你会想到遇到一件场景 就好像你时辰相识过 我有一次自从在澳大利亚航行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天上两个海鸥真的自由地飞翔 就那一刻我就那种感觉就是 我就想起了我这个小鱼的标本来的 就当时父亲怎么想的 父亲那种心情是不是和我也一样呢 就是非常奇妙的那种感觉 就包括在以后见到那个床上方便面的 一看 哇 我就想起来 我同学那这儿那个吃方便面的情景 你现在每次航海回来的时候 也会给你的孩子带礼物吗 也会 也会的 那儿子和我当年一样 也是刨根问题那种要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航海生涯 男人吧 就像拥有海一样的胸怀 选择这个职业就要面对这个职业 一路走来虽然很艰辛 但是一点也不后悔 也赶上了中国这个好时代 让我个人的梦想 在各种这个时代的变化当中 包括像那个考试改革 包括那个 船长任用的改革 船长任用的改革 包括公司的那么大量的知识培训 也是包括到那个 咱们中国天然气这个 这么发展的训练 如果没有这个天然气这个产业 那我个人的梦想 也不会这么能够实现 我自己感觉非常幸福 也非常庆幸 生活在这个 咱们中国这个美好的时代 所以只要有看劲 所以包括所有的年轻人 这个时代肯定会让你发光的 其实借着李船长的话 我也想到了 就是我爸以前很爱唱一首歌 叫水手 他说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肋 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以前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句歌词 但是今天听到了 李船长的故事之后 我发现从水手到船长 这是一个切切实实 发生的真实事件 20多年前的你 可能就跟现在的我 还有我们这些年轻人 差不多大 所以用你的故事 我也是想激励我自己 也是告诉很多年轻人 就不要害怕做梦 也不要害怕把梦 付诸于现实 因为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里 只要你足够坚定 可能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 是星辰大海 谢谢你 谢谢 最重要的是 不要害怕风雨 所以我们试想一下 大海上一艘如此巨大的 这么一个移动堡垒 拉着这么多的珍贵的能源 从这些这个能源的输出国 开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来 拉着这整船的天然气 这天然气拉来干什么呢 是拉来改善我们的民生生活 是拉来做我们国家 能源安全的战略储备 是拉来使我们有底气 在这个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走得更稳 更长远 我觉得呢 我当然要向我们最优秀的船长 李军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今天李船长给我感慨 感触最多的 其实就是邵老师 一直在强调的 这是一个追梦人 所以他身上展现出来的那种 百折不挠 勇往无前的精神 我觉得的的确切 今天可以激励每个人 无论是房企 还是我们 以及电视机前所有人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们要勇往无前 的确我们今天说的是 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梦想 既是李军从一名水手 努力成长为船长的一个个人 但同时我们说的 应该是我们的国家海运实力 从弱到强 然后开始发展自己的LNG船 以及船长的中国梦 那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代当中 个人的梦想会因为时代的助力 而变得更加易于实现 而时代也会因为我们每个人 个人的梦想的实现 而变得越来越美好